唯见青山 胡建军 看到鱼胖身后的美景没有 美景的对面就是重庆新开的露营地 金珊湖露营基地 之前损人田梯徒步的时候 看到碧绿的金珊湖 终于找到理由二刷 组成自驾过来两个多小时 沿途的风景相当于做盐宝建操 绿油油的金珊湖告诉鱼胖 要想生活过得去 身边总得配点绿 让露营卷起来 今天鱼胖分享我的露营方式 大家有没有打这个 打出高血压的感觉 今天鱼胖不用这个了 59块解决你打气棒 打出高血压的痛苦 还可以作为户外LED 银区收费分三个档次 乞丐版自搭银位 88一个帐篷 有公测不通电 木台银区 布林湖是168 银湖238 120平独享空间 铜水电 还有WiFi 停车免费 能搭4个左右的帐篷 最豪横的版本是酒店帐篷 1199亿间 在木台银区的基础上 自带户外的卫生间 主打的一个拎包入住 适合揽棒群体 银区提供完整的露营装备的租赁 大帐篷是公共的区域 可以喝个下午茶 拍照打卡 如果食材没带够的话 这里也提供烤肉套餐和火锅套餐 鱼胖在金山湖露营基地 度过了三天两夜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首先说一下这个露营地的优势 体验的很多很多 你可以在这里玩那种动力滑翔伞 绕着金山湖在天空中溜达一旋 第二在旁边大概步行500米 有一个叫逐台风的瀑布 基本上是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那种阵仗 特别的漂亮出片 如果说你有无人机的话 一定要去飞一个 如果说你有奖板的话 直接就在银区下面 这金山湖里面去浪一浪 最基本的上露营地对面的两个瀑布 它内部的话 小朋友可以就是玩沙的一个地方 大人也可以坐着喝茶打卡 6月份这个季节 因为隔山花遍地的开放 在隔山花的花海中漫步 这个体验也很棒 在不远处 也就是营区的正对面 还可以体验飞喇 整个这个营地玩的非常多 要吐槽的地方 就是大家在7、8月份来这个营地的话 一定要做好被烤出油的准备 整个营区基本上是没有树 在一个露天坝里面 它的海拔的话只有850米 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凉爽 以上就是鱼胖对金山湖营地的一个感受 关注鱼胖 让你对重庆更有想象